今天是礼拜天啊 这一次泰国母亲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上午泰国人都已经开始在海边开始玩了 这个是一个啥 这个是一个水母吗 哇 不会是那个什么龙岩香吧 那就是发财了 今天在中天海滩在水中走一走 顺便做一个视频 因为有很多网友在我聊一聊 宜居巴卡宜居泰国的缺点在哪里 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是看到我的视频 决定宜居巴卡常居泰国 所以我觉得我也有责任 把宜居泰国的缺点给大家讲一下 当然我讲的肯定不全面 我只是讲我印象比较深刻 对我印象比较大的几点 第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水电费比较贵 相对于在国内 我们电费一般都是五毛六毛一度 水费 我都不知道国内水费是多少钱一吨 因为很少 所以说都没怎么关注 但是在泰国的话 这个就不是一笔小的树木 像我住的那个公寓的话 电费是四块五泰铢一度 相当于大概就是将近一块钱人民币了 九毛 另外水费的话大概是三十五泰铢一吨 相当于都是七块钱人民币了 所以每个月的水电费还是不少的 电费的话一般都是三千多泰铢 水费七八百泰铢加在一起 就是四千泰铢出头大概八百人民币吧 相对于国内确实是高了很多 当然它在东南亚不算是贵的 当然比马来西亚肯定是贵的 马来西亚这种能源国家 但是相对于越南还有菲律宾这种国家 它还是算便宜的 这是第一点水电费的 第二点的话也是我们 瘦病特别多的 我老婆特别抱怨的话 就是水质非常的差 像每天洗了头以后 那个头发就像个乱鸡窝一样 根本梳子根本就没法梳 必须要加大量的复发素 才能让头发柔顺 可见那个八条的水质真的是非常的差 所以我们都不敢喝那个自来水的水 自来水管的水 我们以前都是买小区水栈的水 后来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放心 现在都是去超市买那种成件的 1.5升大包装的 一件件的搬回来喝 当然上次澳洲大叔也在说 他说你买那种塑料瓶装的大瓶水 实际上也有不然 因为在运输的过程中 在高温烈日暴晒下 那个塑料瓶的塑料会跟水发生反应 实际上你的水也被污染了 他建议我装一个那种 水龙头的净化器 当然那个净化器装的就是比较麻烦 你经常要换那些什么过滤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也在考虑 水质最好的我觉得就是清来 在两年前我当时就是自驾清来 然后从清来回到成都 当时在清来住了一个礼拜 那里的水质真的非常好 你洗到头以后不用复发素 就跟用过大量复发素的感觉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清来这个地方 它一个很大的优势 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水质确实是我见过的 最好的地方 包括世界其他的地方我去过的 也让泰国小孩多么的幸福 另外的话就说到教育方面 我觉得这也是巴卡比移居巴卡要考虑的问题 我不说其他的 我今天说一点特别一点 就是我有个朋友啊 他精通泰语 然后跟泰国人交道也比较多 他问了巴卡在泰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是有一股邪气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讲风水 实际上泰国人也要讲风水 他们觉得巴卡这个地方 就是带着一种邪气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一般是不会让小孩在这里读书生活工作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确实啊 因为这个城市毕竟它就是因为它的风速行业 发展起来的一个海滨度假的一个城市 没有什么历史的极垫 也没有多少那种文化的传统 不像清迈啊那些地方啊 它以前是南纳王国长达几百年的都城 它有很多历史的沉淀 有些文化的因素在里面 比如说像清来啊 是泰国的艺术之都 泰国著名的艺术家啊 都会聚集在清来这个地方 那边确实那种风水啊 感觉确实不一样了 这一点也是大家要考虑的 当然这一点也是 见证见智的一个问题了 我只是把它提出来啊 供大家参考 第四点的话 我感觉也是比较深啊 这一次来因为是长居嘛 就涉及到那个跟移民局打交道 所以我把这一点缺点啊 归纳为移民政策不友好啊 因为就是一个笼统的 不仅是你签证的问题 还有移民政策的问题啊 因为泰国这个国家 它确实是非移民国家 你外国人生活在这里的话 长期居住啊 面临着很多不便利吧 首先你什么24小时报到啊 有时候就搞不清楚 有时候你住了酒店 还要不要去报到啊 有很多朋友问我 实际上我也头昏脑战 我也搞不清楚啊 另外还有什么90天报到啊 你每次办什么事 你外国人还去移民局 去开那个地址证明啊 开一次300泰都啊 我上次就在问澳洲大叔 我说听说有一种 我们买的房子 不是有一个蓝色的户口本吗 听说如果换成那个 好像黄色的户口本啊 就不用去办地址证明了 我说你知道吗 他说我知道啊 我说那为什么你没有去办呢 他说我stupid I'm lazy 我是又蠢又懒 那我说你现在应该去办一个啊 办了以后我跟你再办啊 他说好好好 他说他去了解一下 反正就是各种不方便吧 外国人在这里啊 并且是你在这里住的再长的时间啊 对你在当地的长期居留 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 那种移民的一种优惠啊 这跟你选择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啊 你如果在其他的那种欧美国家 哇这里还有渔群 欧美啊甚至南美这些国家啊 你相当于你在那里居住的每一天 对于你的移民啊都是有价值的 因为到了一点年限 他就会给你永居的身份给你绿卡啊 甚至再过一段时间还会给你啊护照啊 就是你可以拿到第二本护照 打个比方吧 像去年啊前年啊 2020年的时候我因为疫情在啊 泰国巴泰啊啊就是困在这里困了半年时间啊 当然半年以后我就回到成都哈 但是这半年对我在泰国的居留没有任何意义啊 如果我当时是因为旅行到了南美的一个国家 比如说像自立 我如果在那里也是被困半年 我能够得到什么 我能够得到自立的绿卡啊 永居的身份 并且得到绿卡以后再住三年或者是五年 你就能申请护照啊 当然要求你的西班牙语要过关嘛 但据说西班牙语是比较容易学的一种语言啊 我也不太清楚了 所以这就是区别啊 你在那种移民国家啊 也不一定是移民国家了 就是像南美啊 欧洲啊 美国啊 你在那里居住的每一天啊 对于你的身份 你的移民 都是有价值的 但是在这里没有 这里 你住多久 你实际上都是一个游客 虽然你可能拿的是一个长期签证 或者是金银签证 五年的 十年的 哪怕二十年的 比如说真的想融入这个社会啊 成为它的居民啊 不要说它的公民啊 基本上是不用想的 玩都没有 我在这里再挖螃蟹啊 实际上大海对泰国人来说也是很新奇的 很多居住在曼谷以及曼谷以北的人 他们要在海边来玩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也要长途跋涉啊 开车开很久 最近上次卖车给我的那个 德国车商啊 最近又到巴特亚了 他本来带来了一辆车 一辆 挺不错的 2019年的三菱的那个小车啊 只要二十二万泰铢 哎我说你来了 我马上过来看啊 但是 他刚刚到 我打电话给他 他说都已经卖掉了 确实性价比非常高 他也是带着家人 从八百公里以外的老窝边境 到巴特亚来度假啊 顺便再卖车 另外一点啊 我就作为最后一点吧 因为那个视频太长了 也没人看哈 最后一点的话就是 这一点的话也是跟澳洲大叔 我们共同经常感慨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巴特亚确实越来越热闹了 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澳洲大叔他现在就觉得 希望去找一个更加安静啊 更加安静的一个地方 当然他最喜欢的就是 巴特亚旁边的那个建筑文府 他说有山有海啊 非常的有还有瀑布 他不知道哈 这里还生产榴莲哈 因为他是不吃榴莲的 他想在那里去买块地盖房子啊 他当然第二个选择的话就是青奶 实际上我对青奶是更感兴趣啊 如果以后巴特亚确实太嘈杂了 人越来越多了 可能真是要考虑换一个地方了 啊 确实哈 即使在现在疫情期间 中国游客过不来的情况下 但是我感觉哈 确实人越来越多 呃 因为这里毕竟是他的经济的一个重镇吧 东部经济走廊 呃 可能整个泰国他人口流动的方向啊 也是在往那个啊 东部经济走廊在移动 并且这里缺食气候啊 各方面条件还是不错 所以世界各国的人士 选择到这里来移居的 定居的人也越来越多啊 包括我们中国同胞 呃 我觉得特别是像泰国的那种居住环境啊 像这种啊 扣巴啊 像这种啊 高层的那种公寓楼 包括我们住的那种水井的公寓楼 你想想 这上面那个户数到底有多少 密密麻麻的 他一户就是20多平方 30多平方 你看这一栋大楼哈 就是一个楼梯上去啊 一个走廊上去 那就是几十户人家住在里面啊 所以 泰国公寓 它的真正的居住的价值在哪里啊 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就是 就是入住率低啊 像我现在住在拉瓜拉小区啊 现在住的很舒服 因为入住率我估算了一下 可能就是10%吧 就比较舒服的一个环境 如果到了20% 我觉得可能就是很一般了啊 到了30% 可能就比较难受了 找不到到40% 可能就要逃离了 啊 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一种状态了 但是它的公寓百分之百都是卖完了 所以这就是大概的几个啊 我感触比较深的 一居泰国一居八条的一个缺点吧 有的是八条特有的 比如像水质 有的是啊 泰国普遍的一种现象 啊 那以后 如果是真的 啊 难以忍受啊 这些缺点 你要移居 移居去什么地方 在泰国境内的话 我实际上是比较看好青来的 啊 所以我也一直在给澳洲大叔洗脑啊 我说你去 那个建筑文不如青来找块地修房子 啊 我之所以比较看好青来啊 因为它 第一那里水质好嘛 第二确实那种 那种景观哈 那种自然风貌 特别吸引我啊 就是山川地貌啊 非常的秀丽 那种感觉 你即使到青麦 你也找不到那种感觉 好像一眼望出镜都是很开阔 到任何地方都是 啊 一马平川啊 但是它又有山暖起伏啊 那种大片的那种公园 每个地方都很干净 它的食物也非常的美味 又很便宜 啊 最吸引我的就是它 啊 靠近中国啊 离中国非常的近 从那里出境的话 经过老挝境内的那一段啊 大概可能就不到200公里吧 据说正在修高速公路啊 以后修通的话 你从青来那里 你回到西窗板那 可能就是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自驾就能回去啊 当然车不一定能开回中国 但是你停在老挝的边境啊 比如说那个摩丁河岸啊 停在那里 然后你回国逛一趟 然后到老挝 然后再把车开回泰国 那不是很爽吗 这种生活我也想尝试一下 呃 就像昨天 那个台湾美食家朋友说的啊 生活 特别是到我们这个年龄啊 就是要体验不同的生活啊 不停的去冒险啊 能活一辈子啊 就是不能白活啊 要一定要活的有意义 精彩 好 这就是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啊 关于在泰国长期居住啊 有其他的什么弊端啊 相信大家也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啊 就欢迎你的评论啊 我们在评论区见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哇 这里它是直接开着拖拉机 把那个游艇送到海中啊 因为这里有很多浅滩 但是它拖拉机可以直接开进海里面 那个游艇啊 它是进不去的 好 必须把它拖到那个比较深的地方才行 好 必须把它拖到那个比较深的地方才行